通常這種神軌級的師傅 一個月要賺到三十萬 對他來說跟喝水也要輕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個模型事務手阿魯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以前在建築模型這個行業 到底有多好賺 那模型技師的收入到底有多驚人 我自己以前在當學徒的時候 常常心裡在想 這一行到底有沒有搞頭 到底有沒有前途 那有時候就會跟老師傅聊到他們以前的收入 順便確認一下自己有沒有入錯行 走錯路 那我記得有一個老師傅就跟我說 以前做模型的人去這條舊 轉台灣可能沒有三家 那在以前人家說錢淹到腳踝 淹到膝蓋的那個年代 到處拿來蓋房 賣房 每個地方都需要模型來輔助銷售 但是做模型的人卻非常非常少 在這種有超高度需求 少到不行的供給量的年代 建築模型的價格也高到下時 常常一棟跟人一樣高的建築模型 賣個一兩百萬都很誇張 那也因為當時會做模型的人很少 人才稀缺到不能再稀缺 那只要是師傅擠的 你們也能睡到自然醒 早上去煎一顆荷包蛋 吃一次再去上班 蒙著眼睛隨便做慢慢做 月收入最少到十萬以上 更厲害一點的師傅呢 同一棟模型不一樣來說要花一個月 但給他來做 他一個禮拜就可以輕輕鬆鬆蓋出來 那通常這種神鬼級的師傅 一個月要賺到三十萬 對他來說跟喝水也要輕鬆 那雖然說現在已經不是黃金十年 機會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多 但只要你比別人更努力 努力成為你那個領域的神鬼級人才 爬到金牌就可以更快帶著伴侶去吃大餐 帶著阿嬤出國玩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分享出去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模型的影片 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